我这个位置可能有点高 但是呢 没有别的办法 只能在这里照 这个炉子 我不是很清楚 它到底是不是分屎炉 但是我借此机会呢 讲一下希特勒的流程问题 因为之前的路的风太大了 我准备给它删掉 不能用 犹太人当年来的时候 一般是通过火车用过来 那么火车里呢 挤满的犹太人很多人生病 可能就死掉了 那就无所谓了 就处理了 来了之后呢 其实要分成两波了 第一波是那些有劳动能力的人 第二波是没有劳动能力的人 有劳动能力的人呢 他们会干苦工 吃的那个饭呢 基本上就是粥 加点面包 他们算呢 说这个一天不到1500卡路里 很多人就一个月之后就饿死了 因为他每天需要工作十几个小时 平均是十一个小时 然后呢 你还要吃那么点东西 能量不够 你看那个妇女瘦的 连胸部都没了 皮包骨头 说实话 我觉得现在中国很多美女想要求瘦啊 很简单 去集中营 待一个月 出来之后 你能从这个杨贵妃变成这个赵飞燕 让你瘦成这个猪肝 非常的恐怖 但是呢 没办法 这就是当年的种族斗争所造成的一个结果 那么我话说回来 那么老骆病残怎么办 老骆病残呢 直接送到族器室了 刚才我们看到那些所展示的那些东西 比如说那些箱子 柜子 鞋子 这个刷子 等等等等 墓数 一大堆 因为当年要处理这些人的时候呢 先要把你的财物登记清楚 哄骗你们说 我们现在要进行清洗洗澡消毒 然后你把东西都拿出来 来我们登个季洗完澡的时候再给你们 那么这些东西呢 德国人会挑一些质量比较好的拿回去 支援德国的一些贫苦大众 质量不好的呢 可能就废品回收了 或者说是进行一些处理 就处理掉了 那么这些人呢 就会被送到毒气室 一个小小的屋子 我现在还没有找到这个毒气室在哪里 应该就在这个其中某一个建筑之中 然后这个毒气室呢 喷出来这个绿化青 很多人就挂掉了 因为他这个毒气的这个 这个 只要稀释一点点 人就会中毒而死 那么据说这个尸体啊 都堆成像山一样 然后呢 德国人呢 就会把这个尸体 从这个毒气室中捞出来 可是大家不要不要以为 这就结束了 德国人是非常讲究工序化的 一个严谨的民族 所以呢 像这些尸体呢 他会进行一个二次处理 第一 看看有没有金牙 铜牙 一类的东西 把这个牙齿啊 要拿下来 融化成金属 一个人的牙齿不多 一百万人的呢 那就足够 没准做几辆装甲车了 那么第二个呢 就是人的这个头发一定要剃掉 头发是很有用的一种资源 可以用来做一些纤维啊 那么人的皮肤也很重要 有一些人的皮肤啊 非常的白净 而且上面还有一些非常好看的纹身 那么这些皮肤呢 会被仔细的切割下来 做成手套 灯罩 沙发等等 装饰品 非常的漂亮 那么 这些人 走到这一步呢 算是完成 依次处理 然后呢 这些人的脂肪 会要被取出来 是因为脂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 一个材料 用来做肥皂 剩下的尸体呢 可以说是用处不大了 就扔到这个 这个火化室里 烧成灰 烧成灰之后呢 可以做成化肥 那么来灌溉 德国的这种土地 所以这样的话呢 犹太人就被彻底的消灭掉了 那么那些身体健康的呢 可能有一部分人用来干体力活 还有一部分人过来做实验 因为很多德国的医生呢 要拿他们来做一些冻伤实验呢 做一些疾病的实验来研究一下 所以呢 犹太人是被彻底的利用了 那么 另一方面就是德国人是一个非常讲究工序和流程 以及回收的这么一个民主 确实跟别人不太一样啊 好 我们现在就找一找那个焚尸炉和毒气室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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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